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2018年新年快樂 不知道大家過去的聖誕節和新年的過程 有沒有去到哪裡玩呢? 我最後留了很多天在家裡打遊戲 然後開派對,跟朋友打遊戲 還有開派對 那就是這樣,不知道有沒有人去了東京 或者是去了日本其他地方過這個隨直新年 我有一年也有去過大阪那邊 對,我到現在都很記得 尤其走那天就遇到初雪那天 這個是我這麼大的人第一次親眼見到下雪 然後是那年的初雪 所以覺得很幸福很難忘到現在都還記得 所以變成了每一年的聖誕節 其實我也很希望可以過日本 然後過白色的聖誕和這個隨直的 希望一百年可以多些機會去日本 其實我有個白系列都很想做的 就是,不是應該叫做系列 應該是說我有個夢想 我的夢想其實就是可以環遊日本 就是人家是環遊全世界 當然我也想的 但我暫時的目標就是想可以去日本所有的地方 就是日本的蘑菇澳、大阪、東京、北海道、沖繩、四角 所有地方我都想去一次 然後就拍攝 給大家看一下 但要實行這個夢想的話 首先要努力點賺錢 所以希望一百年能夠努力點賺多點錢 再去旅行 好了,那說了那麼久呢 不過我們還是入正題 第一年呢 第一個第一年 來到新一年 我們第一個星期就先學日期 我們去年已經學了不同的數字 是怎樣說的 星期是怎樣說的 其實在數字 用來形容日期或者月份 它的讀音其實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今年分享一下日期的讀音 到底是怎樣說的 首先大家可以跟我背這個 1次2日 3日 4日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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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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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 6日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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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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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 Texas 6日 這是6號至10號的日文 首先是6號 6號我們會叫做 7號叫做 8號是 要注意它跟4號是很像的 但大家看到中間的音是不一樣 一個是長音一個是綜音 讀的時候要特別留意 然後是9號 9號是 9號 10號是 大家背了1至10號 其實之後那些就很簡單 因為就像去年學過的數字 去讀 12 13 就可以了 比如我們想說11號的話 就是 12 12 這裡就如此類推 如果你想說13號 15號 16號 17號 18號 你也是按照數字拼起來 然後加這字就可以了 但這裡要注意 4字尾 4字尾 讀音是不一樣的 你要讀 1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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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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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也是很特別的 就是20號 20號 我們要讀 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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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按照讀 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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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今天就分享了日期的讀法 大家記住 1至10 和數字的1至10的讀法 是不一樣的 然後 11以上 你就按照數字的讀音就可以了 但要特別留意 14 和24 還有20 那來到最後 我就再補一句歌詞給大家聽 就是1至10號的讀法 分別是 好了 希望這些高低音的 歌詞式的技法 可以幫到大家的日期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 記得幫我讚好 和訂閱我 另外可以追蹤我的IG 和Facebook 那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